基岩版中的残缺奶牛 本期玩家继续玩的是基岩版 他在一片云山树林中搭建了自己的小木屋 但很快他便发现了异常 周围的动物都去哪了 玩家觉得这很奇怪 在附近又转悠了一会儿后 玩家依旧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动物的身影 随后他返回了住所 可刚回到住所没一会儿的功夫 外边传来了牛叫声 玩家很诧异 他赶快出去查看 他很确定刚才他听到了奶牛的声音 但是出来找了半天 却没有发现奶牛的身影 接着玩家阴差阳错的 进入到了一处狭小的矿洞中 奇怪的是 这里有一块散落的原石 What 自己之前来这挖掘过吗 自己并没有印象 所以这块掉落在地上的原石是谁挖的 又寻找了一会儿后 玩家依旧没有见到奶牛的踪影 于是他推测 很有可能奶牛从高空坠落可屁了 会不会是掉落到了这个巨大的水洞中 玩家犹豫了一会儿 便跳下去寻找 按理说奶牛嗝屁了 应该会散落掉落物 但是玩家下来寻找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任何掉落物 渐渐的天色又暗了下来 玩家再次返回了住所 可这次前脚刚踏进住所 后脚就再次听到了奶牛的叫声 太诡异了 玩家迅速的出去查看 可围绕着房屋周围转悠了一圈后 还是没有见到奶牛的身影 当他再次返回住所后 屋内出现了几个僵尸 What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同时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玩家迅速的解决掉了这些僵尸 并制作了新的武器 随后他睡觉度过了黑夜 可第二天出门后 屋外散漏着一些肌肉 What 这不科学呀 怎么突然又剁了一些肌肉 是什么东西将这些织鹰们杀害了 狐狸马 狼 但是玩家在周围寻找了一番后 并没有看到 随后玩家又发现了废弃的传送门 令他意外的是他在这发现了生兔肉 玩家更加差眼 怎么游戏中凭空一直出现动物掉落物 这一切到底是谁干的 尖尖的天色又暗了下来 玩家必须要赶在天黑前返回住所 但是回来后 玩家总感觉屋内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的打开门后 一会眼帘的又是那熟悉的动物掉落物 是一些生鱼片 这附近也没有水 所以这些东西是怎么进来的 这真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当玩家再次离开住所后 他发现屋外的栅栏少了一块 自己不记得自己破坏了这个栅栏 难道是苦力啪炸的 玩家决定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他很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便来到了繁茂洞穴 这里漆黑且幽深 很快玩家便下入到了底部 但是奇怪的是 在这儿并没有看到美西元 为什么呢 玩家更加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了 正当他疑惑之际 突然周围再次响起了那熟悉的声音 又是牛叫声 可玩家查遍了周围的每一处角落 都没有看到奶牛的身影 奶牛到底在哪 会不会是世界内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存在 玩家越想越害怕 果不其然 怕什么来什么 当他准备离开繁茂洞穴时 突然他看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好像是奶牛的身影 但是那个奶牛的样子很诡异 玩家觉得这里不宜久留 他迅速地返回了住所 可回来后的一幕 让他惊呆了 离得老远就看到了屋门是打开的 玩家怀着忐忑的心靠近门口 过来后 他发现屋内散落着大量的蜡条 也就意味着 有大量的僵尸死亡 是什么东西能让如此之多的僵尸可屁 并且屋内地板上 还有很多坑 像是由东西踩出来的 随后玩家发现 他刚修不好的栅栏 又缺少了一块 他小心翼翼地上到屋顶 查看周围的情况 下一秒 那诡异的声音又出现了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是奶牛发出的吗 但截止到现在 玩家根本见不到奶牛的身影 黑夜正在悄悄结束 很快天亮了 玩家已经不想在这待下去了 他决定重新找一处区域搭建住所 可他走了没几步后 身后的树林中 再次响起来那熟悉的声音 回头望去 一头奶牛正在朝着自己奔来 玩家本能地开始逃跑 他之所以很恐慌 是因为这头奶牛的样子太怪异了 玩家一路上朝着黑森林跑去 为了甩掉这头诡异的奶牛 他跑了好长时间 以眨眼的功夫 他来到了丛林 还顺手挖了一些西瓜 而那奶牛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了 玩家赶在天再次黑之前 建造了船和一些工具 他现在划着船漂浮在水面上 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但是他错了 前方刚能计较来袭 请屏幕前的各位玩家 赶快将我超涌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随后在水上搭建了一座住所 可令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那熟悉的奶牛叫声再次响起 玩家的恐慌已经到了极点 下一秒他一个回头 身后竟站着一头奶牛 随着他转过身来 正是一头残缺的奶牛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 麻烦了